吊中花叫愁,接着上一截,接着编最外的一层,30厘米一绿色线对折固定在工作台上,编右鞋卷结, 这两根绿色线接下来都是做轴线不变的,30厘米一绿色线做绕线以鞋卷结的方式挂在左衣上, 粉色线做轴线,30厘米一做绕线对折, 以鞋卷结的方式挂在粉色线上, 原来的粉色轴线做绕线用绿线做轴线编一个鞋卷结, 然后再折回来编半个鞋卷结, 这根粉色线到中间就是做轴线的记住这里后面就不会乱了, 中间只编一根粉线编鞋卷结, 右边编鞋卷结, 再折回来编半个鞋头结, 绕线编轴线中间的粉线是永远做绕线的一次编鞋卷结, 边上的编法是一样的一个鞋卷结半个鞋头结, 在边中间的线, 编上的编法都一致, 先编一条绕线, 10厘米一对折蚁卷头结的方式划线, 另一条绕线也编上, 再到边上的, 中间的四条绕线全边上, 再到边上的, 中间纸编三条绕线, 中间纸编三条绕线, 第三条河边, 再到边上, 中间纸编两条绕线, 中间纸编两条绕线, 塞到边上的。 还是边两条绕线。 再到边上。 中间还是边两条绕线。 再到边上。 中间只编一条绕线。 再到边上的。 取下来整理一下。 把粉色的线头剪去稍粘好。 按这样再编三片。 接下来全部要整理合并了。 这里剪去太长了的线头也可以后面再剪。 用打火机烧一下。 为了固定住花心。 小心烫手。 把粉色的花瓣放在紫红的花瓣交接的地方。 每天都这样排好。 。 60厘米一对折一段回来。 是用来做挂绳的。 固定在工作台上。 。 然后摆放好花瓣。 长的绿色线拉下来做要限用。 。 摆放好后绿色线做单向平结。 。 编编编整理一下。 。 要拉紧。 再继续编单向平结。 。 编好后剪去线头。 这里注意别把挂绳也剪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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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吊钟挂饰就编好了 最后穿上自己喜欢的珠子 成品就好了 手艺人实属不易 如果对你有帮助 请记得一键三连 谢谢